表格藍寬調整與對齊 當我們有一些字特別大 某些字又是這個小小的 你會發現我們對齊的方式是不對的 不是我們段落調整裡面的 至中對齊或者靠左、靠右對齊 這個不是 應該是水平至中才會對 像這樣子它只有幫你 藍位置的至中對齊 它並沒有把這個文字放在最中間 所以你要做的動作 並不是段落格式裡面的水平對至中 而是你要再做的是 表格裡面的屬性裡面的 垂直至中對齊 對齊是至中對齊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說 不管這個字的大小多少 它都會至中 比如說我把它調到72好了很大 你會發現我們這小的字它還是在中間 有時候我們在調整表格的時候 需要這樣子來對齊 需要這樣子來對齊 所以在儲存格裡面 你也可以選擇 格式大小 這個對齊特別注意的 另外一個就是欄位的 假設我某一欄特別細 假設我這兩欄要特別寬 後面的欄位要特別細 你可以透過這樣子調以外 我如何可以把這兩個欄位 調成一樣大 那你可以選擇 選起來之後 選擇 選擇 表格裡面 有 屬性裡面一定是可以調在欄位裡面 你自己可以自訂這兩欄各式幾公分 那我們也可以在欄位裡面去做一些調整 我們做 大小裡面平均分配最四欄寬 或者是平均分配欄寬 我們要做這兩格一樣 所以我們選擇 表格裡面 大小裡面的平均分配欄寬 你會發現這兩欄是一樣大 那這三欄如果要一樣 再做一次 表格裡面 大小裡面的平均分配欄寬 這樣就可以調整你的欄寬 欄位寬度調整到你需要的部分 那一個是 垂直的水平至中 一個是欄寬的調整 裂高的調整 你也可以直接拖曳 也可以一樣 所有表格的功能都在哪裡 選起來之後 選擇表格 選擇屬性 或者在這邊 功能表裡面的表格 你可以找到你需要的表格的功能 在這邊 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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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